嗨嗨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日 我們要來玩的是 航海王模擬器啦 本次 我們要舉辦的就是我們的 天下第一舞蹈大會第一屆啦 今天應該會是一個非常混亂的一天 因為我們募集了總共60位左右的選手 分別是我們千萬以上以及千萬以下的選手 來去做對打來選出到底誰才是我們最強之人吧 在這邊呢 選出的DC群已經有一點些許的混亂 這個賽制第一次舉辦我也只能講不是那麼的盡算盡美 也因為要舉辦過我才會知道說 到底有哪些細節是可以來去做改進的 但這些都是後話 我覺得等到我們全部的比賽結束之後 我可以再拍一集跟大家來去做講解 那如果你是喜歡這個航海王模擬器的話 請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訂閱雪兔 讓我們一起邁向9萬訂閱吧 如果屆時達到9萬訂閱 我會再辦第二屆的天下第一舞蹈大會啦 都已經按下了訂閱 我們就準備開始今日的賽程了 那本次的賽程 雪兔這邊的視角呢 會是以千萬以上來去做主要 而千萬以下的話 那邊是由我們殭屍豬來去做負責 最終的冠亞祭奠呢 會把殭屍豬那邊的賽場併入到我這裡 並且一起來去做講解以及錄影 千萬以下的那邊區域呢 我則是會請綠茶來去錄製16強以後的 就16強8強的影片 會在他那邊 我會再跟他要來去做剪輯 那在這邊我們都一樣是在這個 友善的競技場呢 來去做對決 規則呢大致上來講一下 在16強以及32強這段期間是單淘汰 並且三戰兩勝 當你的配置只要一確立好 就不能再去做更換 並且如果你是想要用門果B的話 就只能用真實的賞金來去做對打 倘若你不用的話 就可以用所謂的友善的1比1啦 再來呢 5分鐘之內只要沒有分出勝負 就看誰先拿到擊殺分 如果兩個人都沒有就一起下去 本次就是這麼的刺激 你如果按到門C去到其他地方 我都無所謂好不好 都無所謂 但盡量的請在這個區域內來去做對打 至少方便選入來去拍攝追蹤 然後我們就準備來去邀請這一次的參賽人員啦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第一局 一個是門果一個是胡果 OK 第一局開始 我覺得看別人打架還蠻有趣的說 胡果一開始打出來的傷害很高 然後直接開出了機器人的天生劑 電他 OK 我發現這一次的比賽 B團的人還蠻多的呢 那這一個B團的 Maris啊 他用的是 這是什麼啊 這是什麼拳啊 另外一個是 YOU 用的是切果 哇 好狠喔 用切果耶 那個是 正果嗎 哇賽 剛好遇到一個不是用刀的 感覺切果要飛了 感覺切果要 切果感覺要涼了 YOU其實這個打得不錯 這個他後續給你的接機還不錯 打出了至少 至少一半的血量 GG 冰果打到電 然後直接封 打過去 打接一連 直接 血拳二連 然後再打過去 哇 哎呦 吸過來 冰柱 再直接一連 他起來有點殘 被吸下來了 打到 欸打到 然後在這邊 有辦法好接招嗎 好像有點困難 GG了 剛剛是RUN的果實能力者 獲得了一勝 手術刀直接下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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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手術刀這一招 其實我有點不知道 是刀子的能力呢 還是果實的能力啊 靈魂吉他一個炸下去 兩個人都互相控制到 然後這之後 就這樣 這應該是果實的大招 怎麼連我也被打到啦 這打得還不錯 直接的很好 這邊的話是 YM對上Pitch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終於把 32位16強都打完了 我們現在準備進入到8強階段 8強階段呢 我們一開始本來想要用所謂的R次規則 可是因為現在的時間真的是 比預期的還要玩很多 所以 雪兔決定 一樣 在這一次是以單頭Ti的狀態下 來去比賽啦 對來去比賽 等到可能4強的時候才會用所謂的R次規則 那現在準備我們的8強的第一場比賽啦 目前所留下來的各個選手呢 實力都非常之堅強 這幾位幾乎是在野外我遇到 我都覺得自己應該是打不贏的程度 因為現在的雪兔還是太菜了一些些 這寫選C寫選Z OK 恭喜 這邊 傳送門的選手拿到了1分 好可怕喔 在這邊恭喜PC面自己 我拉過來 贏了 我們恭喜這個誰啊 那個亂馬的貓咪 OK 我們恭喜九尾狐 進擊 我們恭喜 SupernuGuy 拿下一個分點 OK 恭喜SupernuGuy 拿下了這場的勝利 是嗎 2-0 是嗎 是嗎 2-0 0-0 OK 恭喜Monkey 晉級 最後的殊死 最後的殊死 還要從哪邊出來 他先逃離一下戰場 然後再繼續持續做交號 其實如果真的是打這個門派的話 欸 C 打到一下 莫查 這血量已經被打掉了3分之1了耶 好危險 沒有一半 快一半 快一半 這一個是有戳到的 然後滴過來 之後再次 欸 差一點 欸 欸 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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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個接技 有耗到對方 一點點的血量 直接過去 087又再一次的被控制到 087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好像沒有打得很OK 但是在這邊有抓一個還不錯的殊死 把對方的3分之2的血量給打掉了 但是他自己也受到傷害 只剩下最後的3分之1 一個 海 一個海神貓 來去做控制 打下去 第一招結束GG 現在是1比1嘛 哇 這個血量一開始就被打得很殘喔 兩個人都已經互相激動 這是一個有賞賽啊 哇 喔 直接開中 打過去 但是 這個C C 喔 血拳的D打到了 然後再一個重拐X 這邊的話 胡果打的是有一點點些許的激躁 所以說他的準度還算蠻不錯的 喔 這一個 貝爾的血量 已經到了一個 蠻糟糕的值 他的 ZG都沒有抓到 欸 吸到 重拐吸到 然後一個Z招 只要重拐拉過來 血拳一個ZG都很賺 喔 兩個人的血量 現在 又被吸到了 哇 血拳這打的是非常的噁心啊 又吸過來 可惜 沒有Z到 這邊胡果的血量已經剩下最後不到四分七一了 隨隨便便 只要 再被吸過來一次 應該就說再見了 真的 這一個 重拐的 Z神了個旗 我這邊P19有紅包掉嗎 沒有還是 可惜 有 差一點 傳聖門差點說再見 傳聖門差點說再見 同時被控 吸過來 可惜 這個如果有抓好的話我覺得是有機會 兩個人血量都到了一個聽牌的階段了 現在就看誰抓到了 直接接個三招就做再見了 OK 小小的控制到 吸到 然後 GG OK 大佛雙刀 這是 火焰果實嗎 我現在開始都開始玩絕活了 他忘記開 他是不是忘記開那個了 他是不是忘記開武裝 還是有 感覺是忘記開武裝這也是有錯覺嗎 再來講有開武裝這的時候 不是應該是有黑色嗎 還是說他是因為 TING的關係 所以看不出來他有開武裝 應該是 TING的關係 這打到很痛 很痛 這個其實 抓人的準度很高欸 兩個傳送門 有抓到沒有 哇 好可惜 欸 踢到 然後 再控制 打到 傷害有出來嗎 接技好像不錯喔 差一點差一點差一點 剛剛那一套接技很好欸 人咩 嘿嘿嘿 這個沒有G接到 可惜了 噢 踢到了 噢 踢到了 噢 噢 喔唷 要奔出勝負了吧 這血量有點微妙 這PNG打錯了一個極大的優勢 好 兩個人都控到對方 YM這邊的血量有點危險喔 這邊只要被抓到 就差不多都再見了 欸 率先先給他控制到 結束 好了 各位 準備要開始囉